- 天啊!那邊有車禍! 好像有人受傷了,怎麼辦? 我們常常覺得呢,這種緊急事件 好像只有在很不幸很不幸的時候才會遇到 而就算真的遇到了這些急救的事件或是急救的行為 好像都是救護人員或是醫生的責任 所以當我們真的遇到的時候,好像都不知道該怎麼做 只知道打電話或者呼叫 那其實真的是這樣嗎?真的跟我們沒有關係嗎? 想想好幾個月前,我們的創辦人Lester 他就在他的日常腳踏車運動裡面 竟然就摔斷了他的鎖骨 對,鎖骨 那如果你是他身邊的朋友或是在路上見到他受傷的人 你知道該怎麼辦嗎? 有時候你可能會想說,我不是一個這麼戶外運動的人 所以可能這種事情不會發生在我身上 但是上個禮拜我聽到了John的故事 他說他年初的時候,不知道為什麼在家裡就突然腳就運動了 那如果今天是發生更危險的事情 如果你是身邊的人或是你是John 你知道你自己該怎麼辦嗎? 所以今天我想要用今天這個時間來告訴大家 一個有點陌生 但是其實跟大家都息息相關的主題 急救 希望大家在聽完之後呢 至少可以知道兩個很重要的急救方法 在我們之後面對這樣的情況的時候 都可以知道可以怎麼做,然後伸出援手 好,那我們接下來呢 就從最重要的第一個,CPR開始 我想要先問大家 知道CPR口訣的人 可不可以告訴我CPR的口訣是什麼? ABC嗎? 叫ABC,不是非常對 好,那沒關係 不知道口訣也沒關係 但是我看到有人需要CPR的時候 我知道怎麼做,有信心可以做好的 可以舉個手嗎? 4位 好 5位 好 OK 沒關係 因為我其實自己也很不知道該怎麼辦 對 這是我覺得身邊很多人的情況 所以就想要藉由今天這個時候 來喚醒大家一些記憶 好 那CPR呢 什麼時候要運用? 就是在心肺功能停止的時候 心肺功能停止的意思就是 我們的心臟已經沒有能力 將氧氣送到我們的身體的各個部位 所以我們需要有人幫忙來加壓 來讓我們可以讓心臟更有力 來把氧氣打到身體的其他部位 所以簡化來說 CPR它就是要幫助我們 從心臟給心臟更多的力量 來打到腦部 因為我們的腦 在4到6分鐘的缺氧之後 每一分鐘就會喪失10%的功能 所以不到10分鐘 你就可能腦死變成植物人 所以你就算打了119 也不太可能在4到6分鐘內 會有救難的人到達你的身邊 所以第一步的 立即的急救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好 那CPR呢 的簡單口訣是叫叫CD 所以省略了AB前面兩個步驟 C警視最重要的 第一個叫 先確認這個患者 到底是不是沒有醫師 而且沒有正常呼吸的 第二個叫打電話call out 找專業的人員 以及叫身邊任何你可以找到的人去找AED C compression就是壓 那這個我等一下會做詳細的介紹 D AED就是運用電擊器 簡單的傻瓜電擊器 來讓他的心事恢復正常的脈動 那我今天其實邀請了一位我很好很好的朋友 他叫安米 他就陪我來一起示範給大家看 怎麼樣做好的CPR 他 安米 OK 所以今天來呢 就希望 藉由他的幫助 可以 我們可以來執行正確的CPR 所以在前兩個步驟 剛剛的叫叫都完成之後呢 你必須 OK 確認患者平躺在平面 就是地板 硬的平面上 找到他的乳頭中線 兩點中間的胸骨的位置 運用你的手掌 兩隻手掌交疊 手要伸直 因為你需要足夠的力量 垂直的壓在這個胸掌的這邊 那他的深度是要足夠的 因為一般人的力量可能都不夠 所以他才要你垂直的用力下壓 四到五公分的距離 對 他這樣才有足夠的力量 像是一個幫補一樣 來幫助他把心臟來用力的打 打氧氣給其他的身體補位 那他頻率其實也是要很快的 一分鐘要一百到一百二十下 所以你是要一秒要打個兩下 那更重要的是呢 你要持續到什麼時候 其實就是持續到救難人員抵達現場之前 因為在他抵達現場之前 他都是需要你幫助來產生氧氣的 所以你要一直一直壓 不間斷 而且他的頻率是要穩定的 要像這樣子很頻率的穩定的頻率 而且回彈的距離也要足夠 讓他真的像一個幫助 和海綿這樣子吸收縮放 把氧氣打到他的腦部 那直行彎 所以說你要一直持續到 救難人員抵達之前 或者是他已經恢復了正常呼吸 你就不需要再加壓 那到下一步就是使用AED 什麼是AED 在中文叫做自動體外心臟除占肌 簡單來說就是傻瓜電擊器 傻瓜電擊器呢 其實他使用目的就是 如果他心臟有問題 很有可能是心率不整 所以他用電擊的方式 讓你的跳動可以恢復正常的跳動 怎麼操作其實也很簡單 第一步就是先把它打開 打開之後這個傻瓜電擊器 他就會一步一步的指示你該怎麼做 那最重要的就是要把兩片貼片貼對位置 一片在右胸的上方 另外一片在左肋骨下方 那他都會指示你 同時他也會告訴你說 哦你因為你在CPR嘛 你可能在加壓過程 所以只有在AED在執行通電在掃描 身體的時候你要暫停 他會跟你想說 讓開他現在要進行掃描 你不要干擾他 那評估完他是不是有一些心率不整的問題之後呢 他也會告訴你說 讓開請讓開他要執行電擊了 那身邊的人就要散開 然後讓他進行電擊 那執行完電擊之後呢 其實Compression加壓跟AED是相輔相成的 他是要持續 Compression其實是要一直持續到 真正到救護人員來的時候 因為就算AED他電擊了 他讓這個人恢復了正常的頻率 可是他還是有可能心臟力道不足 所以你還是要持續的給他力量 用這個幫補的力量來讓他繼續有氧氣 傳輸到他身體的其他部位 對 所以在救護人員抵達前 CPR的C是一定要持續進行的 如果自己的力量不足 可以再找下一位 OK 那還有 還有第二位很重要的外傷 那外傷其實三大步驟 是我們要放在心裡的 第一個 如果血量流血流超過硬 你需要加壓讓他止血 止血是最重要的 因為止血過多 他可能就休克會死亡 那他有可能造成骨折 所以骨折我們要維持知識 然後讓他支撐 同時也要找尋119幫助 好下頁 那最後呢 我的題目是 阿你怎麼了 其實是台灣的一個很好的共享平台 就希望大家可以Google他 找相關的資訊 謝謝大家 謝謝